十多年了 我涨了上万块鱼块 都不是我送你那块 洛洛 你在哪里 洛洛 只要我在就没人欺负你 但是等我走了 你可要保护好自己 林林哥哥你要去哪 家人为了保护我 才把我送到这的 但是我就要回家了 这是我从小带到大的鱼配 等我长大了 一定会通过这枚鱼配找到你的 林林哥哥 等长大了你还会认出我吗 当然我一定会认出你 我答应了要娶你的 嗯 我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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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生 你这个才账 你这个账过了多少啊 是不是不给我个子 对呀 这个是我历史集团为了新员工特地举办的一个新宴 你喝这么小相话 你别当我真喝不了 走 喝 喝呀 哦 你吃完他喝這麼多不會出事吧 怎麼可能 你沒看到他那個疤那麼醜 就是來來來來 真的 上廢的 是我和太多出現幻覺了嗎 我怎麼感覺聽到年年格格的聲音了 換掉渣沙灘iony 검wood 生命 達二十八號 常骨三四號 立刻進行情緒換我 這麼深的傷口 这孩子很害怕要带着这巴鱼鱼 臭八怪离我们远点 你那个你那哥哥早就不要你了 看谁还护起你 你那哥哥 这我怎么 昨天晚上好像又梦到的年年哥哥 诺诺只要我在就没人欺负你 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现在怎么样了 小小 欺负我 这是 是我们集团走在立庭眼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我们集团走在立庭眼里的那边 是我们集团走在立庭眼里的那边 听说立庭眼对他的未婚亲一往情深 集团里所有建立庭眼里的女人都被辞退 还遭到全行业的封杀 我这才刚入联庭眼里的女人都被李总 我这才刚入职一个月 要是被李总发现我喝多了还把她给睡了 我这工作肯定也保不住了 你看看 我这之后 好 你觉得没有没关系 你还没有不住 穿不住 那我这心意 你还能看 你还要不住 穿不住 不住 我这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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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不住 我这心意 你还不住 我这心意 这不是我送给诺诺的玉佩吗 怎么可能 难道 昨晚的女人就是诺诺 立总 最有份简历 算了立总应该喝醉了 不记得我的样子 诺诺 玉佩呢 杨生 你昨天晚上跟市区警会有件团建的 怎么你晚上不能回来 不得 找人呢 谢谢啊 我玉佩不见了 你有看到过吗 你那玉佩你跟个宝贝似的碰都不让碰 我上那儿知道去 我资料也够大了吗 我下午还问你呢 晓晓 你那个资料 我好像落在半路呢 对不起啊 没事 就我那个把装学历 就算去了也不一定能面试上 大不了 我以后就找个厂上班吧 我不像你 211毕业 还能进历史集团那么好的公司 你以后呀 别忘了我就行 晓晓 你这说什么呢 一小时我咱俩在福利院一起长大 他们都不愿跟我 就你保护 我怎么可能忘了 哼 你们要是再请问江春 我就去告诉院长妈妈 江春你没事吧 谢谢你晓晓 只有你不嫌弃我愿意陪我玩 因为我们是朋友啊 走我们去放风阵 好我去拿 晓晓 以后呢我的就是你 这个月房租还是我来交 那生活费 我一会儿给你择过去啊 给你 你也加上你真好 简历我再给你打一份吧 我现在得去换衣服上班了 你自己先再加 嗯好 加油 拜拜 哎呦 假惺惺装什么呢 还落在半路 我看你就是故意弄丢的 要不是你那个什么恶心的年年哥哥 救了你 你早该死在那场大火里 江山江山快醒醒江山 江山江山快醒醒 三什么想想 外面 没没什么 江山你不要怪我 凭什么所有人都喜欢你都只夸你 只要你被烧死了 就再也没有人和我争了 小学姐 事情都要您说得过了 才做的小蛋糕 放心 我会跟院长说好话的 好嘞 下次我们把它选得正才 我想听听 在小生 要不是看见你还能给我赚点凌花钱 我早跟你翻脸 小生 怪不得我找不到他 原来是干了名字 我给你一天时间 不惜一切待着找到她 从今天开始 云小小这是我历史集团的女主人 是 陆萌 我终于找到你了 休息的交易打好 你的玉佩去哪儿了 找这么多地方都找不到 该不会是那天挖在酒店里了吗 你好是简红学校精彩吗 李总好 李总 夫人那边已经尽力寻找 这个是考核通过的贴身秘书名单 您看一下 都是公司高层安插的内部人员 这些老狐狸的尾巴都藏不住了 重新选 是 李总 小小夫人地址找她 我现在就去接她 我亲自去 李总 李总 她不过认出来了吗 可能我太生 江生 你又学了别的 才的 就她了 让她去秘书报道 是 附设 不会取教 你呢 哦 谢谢你 黎总 这李总 为什么要选我当秘书 可能长得愁比较放心 江秘书是吧 还是恭喜你 厉总的天生秘书 一个月 五万块 这么多啊 我这下附近可以养活消息 我暗语条件正好我脸上的疤了 这也太好了 我下班 谢谢 江生啊 你连文组密码都能忘 我正在画中 夫人好 夫人好 诺诺 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可是力挺眼 应是最有权有势的男人 我的简历怎么在他这 诺诺 你别害怕 这块是小叔我送你的玉佩 十五年前 蓝天福利园那场大火 你救了我 你还记得吗 诺诺 不是江生的小名吗 而且这玉佩 江生 你这 玉佩是不是很值钱呢 都叫你河里了 还不要命的过去牢 这是年年哥哥 给我的玉佩 我得靠着玉佩才能找到他 不能丢 你就是那个 年年哥哥 你真是弄我 太好了 你放心 昨天晚上景洪酒店的事情 我会负责的 景洪酒店 昨天晚上不是去全国酒店团建吗 什么你晚上没回来 原来他把我认错成江生了 没想到 要说欣欣念念的年年哥哥 居然变成了亿万富豪 那么 现在应该叫你小小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四个多年 也都过了这样的生活 对不起 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 我千倍万对补偿 车长 你愿意跟我回来呀 他这么有钱 要是我做了他的女人 岂不是有小劲的融化福官 年年哥哥 我愿意 王婶 来菜了 哎呀 佳生下班了 嗯 怎么还有蛋糕啊 谁过生日啊 小小 今天过生日 我给他买的 小小现在可是傍上大款了 哪能看得上你这廉价的蛋糕啊 傍上大款了 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知道呢 我跟你说啊 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有个穿西装的有钱人 都进你们家去了 哎呦那个排场啊 后面都跟着好多保镖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骗了哟 我先走了 哎哎 江生 别怪我 是你说的 你的 就是我的 我只是拿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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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翻 夫人好夫人好 从今天开始 我林小小就彻底变成人上人了 这不是电话呀 小小不会真的被骗了吧 刘特主 刘特主 江秘书 今晚的应酬你先去 立总要陪夫人 回晚也得到 刘特主 我现在可能 不知道小小现在怎么样了 立总口味现在挺独特呀 找了个正不臭的秘书 这脸长得虽然不行 身材 还有料呢吗 张总 心里自装 来 你们立总没来 让我喝两杯 报手 立总 已经按您的吩咐 给林小小构增了最新款的报仕节 明日就可以送达 今晚龙日集团张总的应酬 就让江秘书体验过去 张总 我是历史的人 你这样的历史的人 对我们合作也没有好处吧 你这丑毛怪 不许他不会在乎他 你给我怪 哈哈哈哈 还想喝吗 还想喝吗 谁能 谁能来救救我 不要啊 什么声音啊 你啊 快死 哈哈哈哈 带我走 到遥远的以后 带走我 一个人自尊的寂寞 你 要 这个我来了 你这个小秘书副董事 我交交财固医学 江上 跪下 什么 不是 立总 为了一个丑罢怪 您致病吗你 是 是啊 立总 啊 不是 放手 不是 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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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只要错了 立总 张嘴 我错了 立总 你只能喝酒吗 谢谢你喝 立总我只要喝了 立总 accepting 就看着我那天的云日 你知道是什么话吗 说 最好 对 张嘯 由他住我 送了我回去 对 看着我 你 我又试过你了 叫 我又想 也想让你 律总 我查了一下 姜秘书还没来得及登基地 最近的酒店是哪 景洪酒店 是你们身上的味道怎么最熟悉的 为什么看见他 莫名想到那晚 年年哥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陪我 我好想你 我马上回来 刚刚的想法太荒谬了 我已经找到我的诺诺了 对不起啊 我玉佩都丢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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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丽总 什么玉佩 这里是什么 糟了 我不会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说漏了吧 说话 要是丽总知道我来这里找个玉佩 岂不是就知道那天晚上的人是我 他与生安的未婚妻 不能再节外生枝了 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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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月的月的月薪 看来 丽总 丽总 你身上什么味道 丽丽哥哥 我先换了 我替你挡了那道风流 你怎么说 我可能撞到脑神经了 很多事情都已经记不清 你要是因为这个怀疑我的身份 我现在就可以离开 丽总 丽总 对不起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知道你为我吃了这么多空 丽丽哥哥 那 今天晚上 我们要不要一起 我累了 走你出去 一提 你迟早都是我的 为什么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是我想多了吗 江秘书 嗯 今天是我二零 我得去分公司开会 你一会准备一份礼物给丽总夫人 预算无上限 准备好以后送到来源 懂了吗 好的 我马上去办 好 丽总和他未婚妻感情应该很好吧 昨天晚上 应该也是接到他未婚妻的电话 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个人 若果 江生啊江生 你可千万要把那天晚上的事情瞒住了 别破坏人家幸福生活啊 希望这些礼物 丽总夫人能喜欢 林小姐 丽总派人给您送来了 我要你们的礼物就在楼下 丽总还真的是疼爱夫人 我这就下来 丽总把他未婚妻保护得这么好 真不知道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是 是 江生 他成了丽婷衍的秘书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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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不是对我们公司的利总感兴趣吗 我跟你说啊 我一会呢 就能见到他神秘的未婚妻了 谁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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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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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散 非要來破壞我的好日子 知道是你逼我的 王哥 十萬塊幫我辦件事 今晚我要親自驗收成功 哎終於做完了 嗯 嗯 嚇了 嗯 怎麼看著 小小回來了 小小 啊 王總 你怎麼在這 不好意思啊小江 沒給你打招呼就來了 我來呢 只要是想跟你談談房租的事 來 先喝杯水 哦 不用了 謝謝王總 我特意給你告他 你不能不給我這個辯子吧 啊 我不是那個意思 王總 你這麼晚過來 是有什麼急事嗎 小江 這房租可三個月沒給了 啊 這怎麼可能啊 房租我每個月轉給小小 讓他轉給你的 也是你沒收 這是人來聽 怎麼了 你要幹什麼 幹什麼 剛才是你了 哎 哎 寶貝 你交代我的事已經辦妥了 你過來查售一下吧呀 好 教授 大家不都以為你是什麼青蟲乖乖女 這次 我要讓所有人都知道 你就是一個被萬人騎的爛貨 我看你還怎麼在京城帶他下去 你不要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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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告訴我 告訴我 總 總是沒有起源什麼的 厉总 下周部门聚餐的事 已经初步安排好了 定在景洪酒店 这事谁负责的 因为江秘书之前 部门聚餐就在景洪酒店 所以这回交给他 应该没有问题 还有这个是我们秘书部 说什么 江生去过景洪酒店 我听王主板说的 北车 请江生讲 你呀 吵是吵的 但这身材还是不错的 放心 哥哥会好好心疼你的 待会儿还有直播 更刺激 走开 走开 小小小小小小你回来了 他他给我下腰滚救救我 救救我 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救你 什么意思啊小小 什么意思 啊 放手 放开 小小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你怎么要却对我 狂啊 江生 你知道吗 从小到大 我看见你这张脸 我就觉得恶心 小时候所有人都喜欢你 长大 你毁了容了 还是处处压我一遍 你凭什么 你什么事事都跟我讲了 嗯 麗總 江麗說好像不在家 窗門沒有回應 寶貝 別害羞 我一定讓你爽的不得了 原來是女人跟男朋友在笑 我真是瘋了 諾諾明明就在我身邊 怎麼還要懷疑她是諾諾 別放我放開 你個臭娘們給我老實點 江湘為什麼不變成這樣 江湘生 你不是一直在找女人的嗎 你說 你的年齡哥哥 看到你對其他年少的事情 他還會讓你 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 唉 回公司 有什麼文件需要現在處理的 這個是秘書部 新入職員工的資料表 能過目去 這玉佩 江湘為什麼會有 是你們身上的味道 怎麼這麼說香 香 我把玉佩都丟了 對不起 那江湘才是真正的諾諾 我把玉佩都丟了 啦 我把玉佩都丟了 我把玉佩都丟了 你擋了 我把玉佩都丟了 你拿着 哈哈哈你說 這兒的傷口 會重新掀開 會不會更痛 我啊啊 不要不要啊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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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讓你 讓你 別走別走 不能打 人都不行了 來給我送信譽去 我要讓他這輩子見不了過 是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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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住 我送你去醫院 掌聲 掌聲 這次算你走運 下次可就沒這麼幸運了 我已經想想想想大的東西 就一定要得到 諾諾 只會是我 你只能是我 教掌 你到底是不是我的諾諾 打人 季總 我停下了 停下了 出去 啊 喝不水 喂 馬上 放鬆 這是什麼 諾諾 只要我在就沒人欺負你 掌聲 原來你真的是我的諾諾 天啊 天啊 昨天晚上 又是你救了我嗎 你在這兒 待了一遍啊 你為什麼會有這塊玉佩 這塊玉佩哪來的 她為什麼會問我玉佩 難道 她知道我去景洪酒店找過玉佩嗎 超聲 說話 你會是我的諾諾嗎 這塊玉佩 是我在批發市場買的 我已經送給別人了 這玉佩和我送給諾諾的一模一樣 怎麼可能會這麼強 你跟我說你沒有聚過情供酒店 但那天晚上 你們部門明明在那裡聚餐 你為什麼要說我 我當時喝多了我也不記得了 我在那待了一個小時 我男朋友就把我接回家了 然後我們都一直在一起 你房間根本沒有任何男人住過的痕跡 强盛 那晚那個女人到底是不是你 十五年前在來天 强盛 你沒事吧 你怎麼受了這麼嚴重的傷 嘉義 她不是去國外出差了嗎 不過來得剛好 我跟李總的事情就是個錯誤 不能一坐再錯了 我還要找我的年年格格 李總 我男朋友來了 她是你男朋友 李總 謝謝你啊昨天晚上 我現在想跟我男朋友單獨說這話 可以嗎 她居然真的有男朋友了 是我弄錯了嗎 那我就不打而叫秘書了 啊 小小到底怎麼回事 你怎麼讓我找你男朋友 李總 李總 李我的人到底是誰 林曉曉究竟是不是我的弄弄 林曉哥哥 你怎麼不敲門就進來了 林曉曉 你真的是弄弄了 你這說什麼 我當然是你的弄弄了 是不是真的 看傷口就知道了 嚥這傷口就知道了 這是今天理髮室 不小心因為嘴巴幫燙到的 以前是一塊疤 你今天這是怎麼了 你別這樣 我害怕 被套傷了 怎麼會這麼巧 這手刀 這手刀 啊 幸虧我走一走 捨不得孩子躺不著牢 李廷言 這下你不信也得信 你之前那塊疤 怎麼來的 田田哥哥 小時候在福利院 被那些小朋友故意欺負 睡在地上磕到的 你忘記了嗎 李廷言 李廷言 他真的是不是弄弄了 你又懷疑我了是不是 你又懷疑我不是弄弄了是嗎 弄弄 我沒那個意思 那你今天為什麼要去你那個秘書的家裡 我等了你十五年 你沒想到我苦苦的尋常 就換來了你一次又一次的懷疑和背叛 早知道你這樣 我還不如死在那年的大火裡 弄弄為我受了這麼多苦 我怎麼能懷疑她 弄弄 對不起 都受了錯我不該懷疑你 我和那個秘書沒有任何的關係 你不是想去公司上班嗎 我答應你 你知道的 我只有你了 你每次說起諾諾 都讓我想起小時候不好的事情 念念哥哥 以後你叫我曉曉好嗎 我們都不再提起過去 重新開始 好嗎 好 曉曉 來人 給夫人出去散口 江生 等著吧 你看我怎麼把你趕出公司 什麼 你說 是小小讓你變成這樣的 我們是一起長大的 他和你關係那麼好 他怎麼會這麼對你 老韩 你說那個時候在福利院 小小那麼保護我 你說到底出什麼事了 讓他這麼恨我呀 算了 不說這個了 你這次 怎麼突然回國了 江生 我這次在國外 找到可以治療你臉上 疤痕的醫生了 真的 這個醫生 他在國外 是燒傷疤痕領域的 點尖專家 略點上的疤痕 因為那場大火 耽誤了這麼多年 現在終於可以去除了 真的可以嗎 我這次在國外 恭喜你江小姐 手术很成功 你那哥哥 那我那终于不是车八卦了 我好想让你看见我最美的样子 可是 我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 你们有没有看到厉总夫人 居然能收复厉总 这也太厉害了吧 我看哪 她就是来宣誓主权的 这下江山作为总裁秘书 可要倒霉了 江山那个丑八卦 都多久没来了呀 照我看呀 估计早就被厉总给辞退了吧 这这是江山 这居然是江山 他怎么变得那么好看了 就像大明星一样 呸 什么大明星啊 要我说呀 就是该死的魂魅祸色 故意整容来勾引力走的 你们都干什么呢 要是真闲的话 今天晚上都够留下来加班 江厉叔 江厉叔 略总去分公司开会 夫人来公司试茶 你泡杯咖啡送到办公室去 好的 立总夫人来公司了 进来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夫人 这是刘特主 特意让我为你转过咖啡 小小 你是 江生 小小 你是李总的夫人 这怎么可能呢 你为什么会和李总在一起啊 我慌什么 江生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冒名顶替他 才和丽婷燕在一起的 正好借这个机会 逼他辞职 我跟天眼哥哥在一起 当然是因为相爱了 至于你江生 我没想到你已经恢复了容貌 早知道那天晚上 我就一个刮烂你的脸 再也恢复不了 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你跟我划清界限 是因为你当上了立氏集团准才夫人 原来你 一直都在骗我 小小你知道的 我是不负阻挡你获得幸福的 从小到大 你就是我最亲人 为什么 为什么 江生 你看看现在这副样子 就和小时候在福利院时候一样可怜 也一样让我讨厌 我劝你 趁我现在还好好跟你说话 立刻滚出历史集团 否则 就不是破咖啡这么简单 原来小的时候你对我那些好也是骗我的 李小小 真是瞎了眼 我这么多年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 你死了这条心吗 我是不会离开立氏的 李小小 这可是你逼我的 我倒要看看 一个不要脸的贱祸 要怎么留在立氏集团 来啊 夫人 立总的秘书 不懂规矩公然惹怒 把他拖下去 衣服发光 好好反显反显 晓晓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夫人 放手 干什么 还想跑 大家都来看看 这江山表面上清纯 实际上是个不要脸的道具 还敢脱光了衣服 勾引力走 不仅被夫人发现 还敢对夫人不敬 是你诬险我的 没想到江山居然是这么个货色 竟然敢惹我们总裁夫人 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我早就发现他是个贱货 特意整容 还不休息为了供应男人 不知道背地里被多少男人玩过了 真恶心 没有 我没有 我是被冤枉的 江山 你觉得 大家现在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你说 要是你的年年哥哥 看见你别吐成这样 还被这么多男人看 他会不会 我现在想吐 不是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不是 诺诺不哭 我保护你 以后再也没有人欺负你 神救救我 不要再说了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你不是一直以为 你的年年哥哥是离开的吗 院长瞒了你 他早就死在当年的那场大火里 你再也见不到他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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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我 你一定是在骗我的 你敢推我 你一个贱人 还敢对夫人不敬 你找什么 你刚好 你刚好 天眼哥哥 你不是去分公司开会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也取消了 怎么回事啊 天眼哥哥 我刚一进你的办公室 就看见你的秘书 把衣服脱成那样 想要勾引你 我才说了他两句 他就说我不配成为李总夫人 你是 江生 为什么那样说 李总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住口 李总 我刚刚亲眼所见 这个江生 不仅顶撞夫人 刚刚还把夫人推倒在地 李总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要 你还敢狡辩 李氏集团什么时候轮到你仨眼 不行 要是江生说出和我的关系 李天眼肯定会怀疑 张胜 到底怎么回事 李总 这个你 天啊 张胜 怎么了 我 张医生 是李总 我 你 没人 立总 江生晕倒了 哪里啊 有没有人 没人 快救我 快救火 你怎么了 什么叫火 李总 你在这 我刚才做梦 梦大了小悠在福利院的时候 发生了火灾 没事 李总 今天公司那个事 我真的没有那么做过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李总说在福利院 也激烈过火灾 诺诺你在里面 诺诺 好 我们 你让我小心 对 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会那么强 那次火灾 木头正好砸到了诺诺脸上 而江生之前脸上也有疤 会不会 江生 你之前脸上的疤怎么来的 爸 李总 你问这个干吗 回答我 我小的时候 发生过一次火灾 我当时是为了酒 李总 夫人头疼得厉害 醒了以后一直在叫你 我在想什么呢 我已经找到了诺诺 而且这世界上福利院有那么多 经历过火灾的也不足为奇 她身上根本没有我的预备 绝不可能是诺诺 好 休息吧 这个是公司全体员工为夫人做的作证书 他们都证明是江生挑衅推丧在线 原来真的是江生 李总 江秘书怎么处置 15年前我就发过誓 我会保护弄老一辈子 绝不会再给任何人伤害她的机会 江生降职 让闺女出发 是 也是 我这是无关紧要的人 原来也不在乎 我是不是不愿望 年年哥哥 要是你在的话 你肯定会护住 不让我被别人欺负吧 江生是吧 没什么大问题啊 就是受了点惊吓 还好 肚子里的孩子没什么事 孩子 嗯 我怀孕了 是啊 你已经怀孕快一个月了 你老公没来吗 我真的怀孕了 我结婚还了丽婷衍的孩子 年年哥哥 我好像跟你越来越远了 你哭什么呀 你不会还没结婚吧 那这个孩子你还要不要 不要的话 我就不给你开叶酸品了 李生 你让我好好想想 我好好想想 江生 就你也配还丽婷衍的孩子 林小姐 帮我您说的办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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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留下这个孩子吧 行 嗯 那这个叶酸呢 你记得二十吃 对孩子的生活发育有好处的 啊 谢谢 嗯 林年哥哥 对不起 我自己就是个孤儿 我怎么能不要自己的孩子 错竟然是我自己犯下的 跟这个无辜的孩子没有关系 宝宝 妈妈一定会想办法 保护好你的 老韩 我在医院呢 没什么 我就正常过来提个箭 好 那我等你啊 江生啊江生 都怪你肚子里的孩子 挡了我的路 投胎在你身上 他注定明明出生 江生 我到了 就在医院东大门这里 那是 晓晓 他脖子上面戴的不是江生的玉佩吗 啊 老韩 你怎么了 看什么呢 啊 没什么 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啊 走 我送你去公司 嗯 江生身体才恢复好 还是等我搞清楚再和他说这件事吧 有份公司高层开会 江生 嗯 您负责打印分发文件 哦 好的 哼 要不是得罪总裁夫人 他总是落到这个下场 毕总居然还没有辞退他 真是走狗是用了 前世的建筑 我要保住这份工作 我才能有钱养肚子里的孩子 戏总 音负 目前立时快国合作项目已取得良好进展 怎么回事 肚子怎么突然这么痛啊 立时集团负责的南湾项目 这块蛋糕人人都想吃 连庞杂势力龙虎堂 也想被人被告 你是怀疑初期 胎儿发育小腹痛是正常的 都注意休息 家生 悠盘 奇怪 肚子为什么越来越疼了 完了 我怎么忘了危险正在登陆了 我就知道江生不是傲伙子 也不知道外的是哪个男人的业主 之前听说江生 这年的钱就是在会所 购义转转的 真不要理 上次调戏夫人的事情是真的 像他这种浪购 表面一套美美一套 是不是做出了 年轻过 真正 够了 参会 江生 来到办公室一下 李总 张生 你一天到晚到底在干什么 这里是公司 不是你关心率的地方 对不起李总 今天是我工作上的失职 江先生 公司不会磕待怀孕的员工 但前提是 对公司没有任何的隐瞒 你既然已婚 为什么要在上面 田大生 我没结婚 未婚先孕 没想到江秘书的作风 已经这么开放了 明明他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 我会这么生气 小美叔 你知道你这样做 会对公司造成多大零响吗 李总 因为我 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我愿意全部承担 之前听说江生 这年的钱就是在会所供应男人赚的 真不要念 上次挑剑夫人的事情是真的 你拿什么承担 公司里关于你的流言蜚语 不是一天两天了 刚开始我还不信 他们说你私生活混乱 现在看来江秘书还真是那样的人呢 你当历史是什么地方 够了 李总 这是我的私事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更何况 你有什么资格过来指责我 他说什么 张生 张生 医生他怎么样 为什么会突然跃倒 病人误实了活血的药物 加上这几天情绪比较激动 导致刘总 索性身体没什么大碍啊 刘成 刘成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护生 你救救我的孩子 他刚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救救他 护生 不好意思江小姐 我们一夜无能为力 你现在身体虚弱 情绪不能太激动 没了丽听眼的孩子 我不是应该高兴吗 可是为什么 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我 我渐进害他失去了孩子 他现在肯定很不想看到我吧 内总 医院那边春莹交费 夫人 事情打工搞成了 真的不错 嘴给我把言试 您放心 夫人 夫人 您怎么在这儿 晓晓 你怎么在医院 我 糟了 怎么立天爷也来医院了 天眼哥哥 我听公司员工说你来医院了 我担心你出什么事 赶紧过来看看 江山 我到医院了 晓晓 他为什么会和江生的老板在一起 我 李总 医院那边又在催了 请等我 哦 好 林晓晓 韩家印 你怎么在这儿 这段时间我给你打了这么多的电话 你怎么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哎呀 我之前那个手机丢了 没来得及告诉你 是 但是 你们和江山的关系那么好 可是你为什么还那么害啊 还有 江山的玉佩 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我懂你在说什么 这本来就是我的玉佩 喂 您好 李总 我是锦红酒店前台 打电话想问一下 上个月八号 您在房间有没有见过一块玉佩 玉佩的主人一直在找 他和您同一晚入住 我们不得已猜 找玉佩 这块玉佩 是我在批发市场买的 我已经送给别人了 玉佩的主人叫什么名字 您稍等 叫江生 江生 江沿 江沿 你听我跟你解释 你明明知道 这块玉佩 是江生最在意的东西 这是他找到明年哥哥的唯一姓 你为什么还把他占为己有 还有 那个丽婷眼 他可是全京市的首富 你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 明晓晓 你究竟在隐瞒些什么 三爷 你真的是误会了 我 真相究竟是什么 你自己去和江生解释清楚 我 我 老爷 老韩 你怎么来了 李晓晓 小叔 哎 放开我 小叔 小叔 我们所有人都被林小小给骗了 你找了那么久的玉佩 其实就是被他给偷走了 哎 啊 先生 先生 你怎么样 哎 先生 医生 医生 我在玉佩为什么在你的 你给我一个解释 先生 你听我跟你解释 我都是有苦衷的 苦衷 你先是串通房东给我下药 然后当着全公司的面侮辱 然后当着全公司的面侮辱 现在又想到我最重要的东西 你管这个叫苦衷 怎么说 那还不都是因为你 小时候福利院发生火灾 是我带着院长去救的你 其他的小朋友欺负你 也是我一次一次的保护你 可你是怎么对我的 我早跟丽萍燕在一起了 你口口声声说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我也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睡过了是不是 这么预备 就是你那晚留在房间的证据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你们是男女朋友 那天晚上是个一晚 晓晓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不是那样的 你还怀了她的孩子 你怀了我未婚夫的孩子 郑收 要不是你仙小闺蜜的男朋友 我不想得欺负你们 晓晓干嘛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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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晓以前对你那么好 可你呢 你却睡了她的未婚夫 你还是个人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晓晓 你看 晓晓 晓晓 我们是最好的精力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再破坏我跟庭妍的感情了 晓晓 晓晓 对不起 让你等了这么久 不好意思李总 我们这边弄错了 玉佩主人的名字叫林晓晓 你说什么 我们刚刚才发现性命弄错了 那晚江生小姐 是和男朋友一起入住的 实在抱歉 男朋友 我怎么忘了 江生已经有男朋友了 如果他真的是我的怒怒 又怎么可能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还怀上别的男人的孩子 江生 你也是受害者 你怎么能那么轻易 就把玉佩给他了 您好 不好意思啊 那块玉佩的主人 叫林晓晓 不是江生 嗯 拜拜 晓晓 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 晓晓 您放心 你把玉佩交给我之后 我会好好保管他 以后 我帮你一起找年年哥哥 嗯 要是李总知道玉佩是我的 他就会知道 明天晚上在警衡局内的人是我 也不能再破坏晓晓和他的感情了 江生 我始终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劲 不是我看不起他 林晓晓 可是 凭他的身份地位 他怎么可能会结识到李婷衍这样的大人 甚至 还成为他的未婚妻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其实李婷衍就是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其实李婷衍就是 是 喂主任 好 我现在马上过来 江生 律所那边有一个客户催得很紧 我现在得过去一趟 那林晓晓的事情 林晓 你忙你就去忙吧 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 忙完再说吧 哎对了 孟学姐不是今天晚上回国吗 你这样 你叫上她 晚上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你说你俩领着这么久 我们都没来得及好好拒绝 别有我担心了 那你去好好休息 喂主任 我马上就到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好 有事韩家印知道 我们玉佩代替了江生的身份 那就全完了 韩家印 要怪 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 喂江生 我忙完了 一会儿到饭馆 对了韩家印 你在医院里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你晓晓晓 你晓晓不是就哪里遇飞那么小 我在医院走了 我在医院走廊 我看到 去死吧 呢 只有死人 才会永远保守秘密 喂 喂韩家印 韩家印你怎么了你说话 你简直说话 家印 你住家 什么 加烁 我和你那家一个 我刚临程补档衣之后 你们在家应该是什么为人 你不是不知道 他以为 我老是纷纷 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 我想不通 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待 莫学姐 莫学姐你听我说 家应是个好人 那一定会没事的 一定会没事的 我让晓晓去警察去掉压凶手 一定可以抓到的 晓晓 怎么样 警察那边怎么说 莫学姐 教授 警察说案发现场的监控 三天前就已经坏掉了 韩家应的律左右比较偏僻 那个时间没有人经过 想找到肇事者的可能 机会 这次我犯了 我都没有别的办法 我怕 莫学姐 教授 您放心 我会派人继续查下去的 一定会把害家应哥的凶手找到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对我来说 他就像亲哥哥一样的 谢谢你 小小 小小 家应要是知道你为他做了这么多 一定会很心理的 放心 韩家应永远也不会知道 医生 请问韩家应怎么样了 别人已经摆脱了生命危险 但是车祸撞击 导致他头部大量出血 伤到了大脑皮层 随时都有可能陷入不可逆的昏迷 苏醒的距离非常小 也就是大家说的植物人 植物人 对 学姐 莫学姐 莫学姐 来人 来人 把他送到医务室 快快 历然没死成 韩家应 算你走运 能在医院躺一辈子 要便宜你 天眼哥哥呢 夫人历总还没有回来 还没回来 夫人 你现在联系得上历总吗 我刚得到消息 龙虎堂那边的人 一直想抢南湾的项目 现在想对立总不立 你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接近 请稍后再摸 你好 您请走 我们刚刚才发现 性命弄错了 那晚江生小姐 是和男朋友一起入住的 实在抱歉 江生 有那么一瞬间 我居然希望 你就是我的诺诺 你就是龙虎堂的人 李廷连 总算看到着 听说你瞧我们老大南湾的场 今天我就让你去见一口 兄弟们上 您要看 你就是 我 您 我 那 你 今 我 你 你就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利总 别特责 是利总出什么事了吗 因为龙虎堂 先抢南湾项目 派人刺杀利总 来到处 利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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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总失血过多 还是罕见的一时医血型 医院的口水血 根本就不够入目的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一定要把利总救回来 我去联系全国医院 紧急掉血 时间根本就不够用 多等一分钟就多一分的危险 只怕 只怕利总撑不过这一次了 医生 撑我的血 我可以的 你和小姑娘说什么瞎话 血型不匹配 只会让病人死得更快 我是A3亚心血 我可以救利总的 A3亚心血 这个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血型 可以和任何血型适配的 医院准备出血 快 走 小姐 你现在身体很虚弱 如果撑他要危险 只怕你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感动我李婷妍的人 也知道什么后果 小姐 你坚持住 我送医院 无论如何 我也做不到眼睁睁看着他去死 等什么后果我自己成的 走 李婷妍 直接等 我闯进你和小小身后的代价 你是小小最爱的人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 我不会让你死 姜文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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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言哥哥 你终于醒了 你担心死我了 李总 这次您失血过多 多亏夫人不顾身体 输血救您 夫人对您 可真是情深义重 小小 是你救了我 天言哥哥 你不知道 我听说你出事了 第一时间就往医院跑 能救回你 就算把我的血抽光了 我也愿意的 他居然为我做了这么多 这个世上 只有诺诺才会这样不顾身命 危险救我 小小 十五年前 是你不顾一切救了我 而现在 你又救了我这条命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加倍補偿你的 刘大叔 没有通知姜秘书过来吗 没有通知姜秘书过来吗 已经通知过了 刚才已经给姜秘书打过电话了 但是他说 他跟男朋友在一起没时间过来 天言哥哥 你不要太责怪他了 那女人 就算知道我死了 也没有丝毫在意 李天言 清醒点 她怎么可能是陌生的 天言哥哥你不知道 看见你受伤我有多心疼 我再也不想失去你了 我只想永远永远地待在你的身边 可是 怎么了 少少 可是 那些福家千金 都说我是你养在来源的女人 没命没分 不清不楚的 现在连家里的那些优人 也敢跟我白脸色 天言哥哥 我只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不起 少少 都是我的错 我不会再让你受这样的委屈了 我要让你成为来源真正的女主人 毕师集团的总裁夫人 我力挺演的妻子 少少 你愿意嫁给我吗 天言哥哥 我当然愿意 诺诺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 天言哥哥 诺诺 不会让你死 前不久刚流产 现在身体还这么虚弱 又输了这么多血 姑娘为了救人 真是连命都不要了 这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也没个人来照顾 就算把命都豁出去了 又有谁在意啊 李总 今天和吴总约好了球局 我已经早早地让江秘书 在球场等着了 我和晓晓的婚礼 可以开始准备了 对了 预算没有上线 所有东西都要最好的 另外通知媒体 我让全世界都知道 林晓晓 即将成为我力挺演的妻子 江生 多亏了你给我做嘉义 给力挺演书写 让她那么感动 认定我才是真正的妻子 我马上就要一步登天 成为真正的力士组裁夫人 李总 关于地产边疆开发项目 我已经传给吴总了 边疆项目三天前就该落实完成 怎么现在才对接 江秘书 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 我这两天生你不是很舒服 所以才 是身体不舒服 还是和别的男人鬼混 江秘书 你的私生活我不管 但我希望你在工作上 还是要拿出认真的态度来 李总 我是为了 教授 谢谢你救了体验哥哥 但我希望 你能跟体验哥哥说 为他数学的人是我 我们就要结婚了 你也不希望 我们因为你 产生隔阂吧 为了什么 敲秘书还能编出什么样的鬼话来 李总你说的是 我以后 会短整工作态度的 要不是为了给你熟悉 我怎么可能逃了三天的医院 但只要想想能幸福 这些都值了 李总的球迹了得呀 不像我 我的球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能不能让李总的美女助理 帮我捡一下球吗 想要求这种事 还轮不到他呢 不知道江小姐对打高尔夫有没有兴趣啊 我不是很会 美丽的江小姐 你应该一交就回了 坐开 坐开 这可是历史的重要客户 你竟然敢打我 谁给你的资格 敢动我的人 李总 你误会了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女人 你消消气 之前听说李总不记女色 没想到是眼光高啊 我那会所刚进了几个模特 没事来玩玩 从今天开始 李氏集团和龙业公司在 我误会你听我解释 你再多说一句 我保证这个世界上再无龙业公司 滚蛋 我这会 我去换衣服 等下回公司 好 李总不是讨厌我吗 他就要愿意为了我 放弃几千万的项目客户 江秘书是吧 今天因为你的原因 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李总要我来通知你 必须找回 刚刚吴总打高尔夫的仪式球 不然你就不要回公司了 紫琼 这是李总 亲自说的 那你要不然呢 你要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亲口去问李总 我还以为 李总是为我出头 没想到他看中的只有李 新换的房子马上就要交房租了 恒家印的治疗费也需要一大笔钱 这份工作我现在还不能丢 好 李总 江秘书呢 江秘书已经先离开了 沙这么大雨 有不愿意给我同量向你 你这是避嫌 做得不错 臭婊子敢惹我 老子一定让他尝尝苦头 李总 这次有关南湾项目 龙虎堂一直没有放弃争夺 谁给你的资格 感动我的人 你 明明为我出头 现在又这样羞辱我 李天言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你 针对刚刚的讨论结果 下班之前再出三百方案 三位 是 是 张秘书呢 下午那么早回来 有会议不知道 已经打了四五个电话了 他也没有接 请了三天假和男朋友约会还不够 现在在开会还找不到人 通知他三十分钟之内找到我 不安个话 直接走人 李总 你是不是误会了 他是给你书写晕倒才在医院住的三年 说什么 他给我书写 怎么找了这么久都还没有找到 啊 江山 一年哥哥 论论好想你啊 啊 李总 你不是 你不是 李总 你先放我下来 你要不想在这里待一晚算的话 别动 今天下午的事 是龙岳公司的无影年哥的轨 你的腿 没事吧 哦 没事 李总 谢谢啊 外套还给你 那我就先进去了 等一下 小生 小生 给我书写的是你吧 不是 但是这些天 我每天都在做噩梦 我梦见我肚子里的孩子的父亲 外面曾经是在异常出生 江山 想我求求你了 你离开历史 离开庭言好吗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了 晓晓 晓晓 你这是干嘛 你起来 你起来 对不起 你受罪了 我离开 我离开 江生 你清醒一点 她和晓晓马上就要结婚了 她又不是你的年年格格 不属于你的东西 别惦记 这一切都该结束了 李总 这是从医院调取的 夫人为您书写的报告单 这件事是属下事情 那天我看见江秘书在抽血 我还以为 结果她只是在化验 小小豁出病来救你 李天爷 你还在怀疑她 你还是人吗 张哥婚礼进度 小小之前看上的海岛和游艇 只要她喜欢 这么想 是 这次龙虎堂的刺杀 已经按您的吩咐 通知了各个企业 断绝了与龙虎堂的经济网外 还有 今天龙岳集团的吴总 设计报复江秘书 要不要 教训一下 李总 是夫人给你输的血 我这种小员工 难能无私到 有老板先进的程度啊 一个小职员而已 不要多管闲事 啊 是 江生啊江生 看来你的年年哥哥对你没有丝毫在意 提心吊胆了这么久 我终于要把你这颗炸弹给拆除了 李总 已经和赵总约好 上午十点见面 再和你 江生呢 一大早不接电话 怎么工作 江秘书他 辞职了 没关系 京市又不是只有历史集团这一家公司 江生 加油 小姐姐 你也是来面试的 对 我想问一下 这个岗位竞争很激烈吗 那当然了 今天来面试的少说也有好几十个 赵氏集团 赵氏集团 可是京市赫赫有名的大公司 是仅次于历史集团的存在 赵董市长不仅热心工艺 还经常给工业院捐款呢 好像去年还被评为优秀企业家 哎 我听新闻说 这赵董市长一直在找自己二十多年前丢失的亲生女儿 但是至今都没有找到 是不是真的啊 下一位江生 来了 各位历史官你们好 别来当生 这是我的简秘 你在历史做过总裁匿术 是的 历史是首屈一指的大公司 应该会对我进入赵氏有帮助吧 据我所知 历史集团已经很多年没找过总裁匿术了 你倒是挺有手段啊 怕不是为了打通关系爬了地上床吧 我在历史的每一份心事 都是我脚踏实地人类工作得来的 这期间 我也单独负责过多项周达项目 我在简秘上都有标准 你要不看完之后 再下听 你嘴还挺会说啊 像你这种不知廉耻 为了尚未出卖色相的女人我见得多了 历总不计女色 你倒是挺费尽心机啊 我们赵氏不招你这样的人 下一位 我听说赵氏选拔人才的标准是靠你们 但是你这样不分清物造白的污蔑我 这就是你们赵氏选拔人才的标准啊 笑话 我是赵氏的面试官 你算什么东西啊 拿着你的垃圾 揉滚 停演啊 南湾项目牵扯众多 龙虎堂惦记这块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合作的事情呢 我需要再考虑考虑 萌萌 这回我带诚意来的 我等您回复 我知道你寻死心情 但还是要注意身体 当年你为了找自己的未婚妻 不眠不休累到进了医院多少次啊 你什么时候在意过自己的身体啊 我懂您的心情 但为了找到诺诺 我可以付出一切 伯母可没你这么好的病啊 找了这么多年 还是没找到女儿了 用力 恭喜赵叔人是个女儿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赵总 监控被破坏了 没有抓到偷偷悬崗的军手 好了 婷远啊 今天不说这个了 你待会留下来吃饭啊 阿姨订了餐厅 伯母 公司还有事 下回我做动 江秘府 这种能耐的时候说走就走 完了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无视立总 站住 立总 辞职信我已经放在你办公桌上了 你应该看到了吧 辞职信我还没有批准 在正式和历史结束合同之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立总 立总 我绝对不会再回去 刚出去那个面试的女的叫什么女的 好像是江生 居然有立总这样的名脉 你好 嘉姐你好 恭喜通过赵氏集团面试 你看周一可以过来办你入职手续吗 可以的 谢谢啊 辛苦你了江生 你这一有时间就来看嘉宁 你嘉宁哥 要是知道你进入赵氏集团这么好的公司 他一定会替你高兴的 莫学姐 要说辛苦的话 你可比我辛苦多了 我 这两天去问了很多医生 他们说 老汉这种情况 醒过来的几率可能不高 但是不代表醒不过来 我们平时呢 得跟他多说说话 交流交流 他有醒过来的意识 我们可千万不能放弃啊 嘉宁 我今天呢 我今天呢 把你和嘉宁 还有小小的DNA数据 落入对比库了 能找到家人 能找到家人 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期望 这年年个个都找了这么多年 也没有找到 更何况先生父母呢 我哪敢失望啊 李总 这是法务部入选的面试人员名单 您看看有没有公益感 韩家印 这不是江盛男朋友吗 这个可能不行 嗯 律所那边跟我说 他前段时间出了车祸 还没来得及撤销呢 等等 他结婚了 那江盛总故事 李总 有没有这么一个可能 他的结婚对象 就是江盛 江盛的辞职升级 批论 对刚刚这个项目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一些想法 你说呢 江盛 目前董事会是不太赞同 继续推进 你觉得该 如何去说服他们呢 董事长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说服 董事会那边 我们拿实声说话 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很好 实事求是雷厉风行 说的奇怪啊 我在你身上 看到了我年轻时候的影子 谢谢董事长夸奖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看见董事长 就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江秘书 把会议记录翻出来 下午给我 李总 江秘书已经离职很久了 离职了就换个人做公司 没人了吗 好 马上去办 又是谁让我们老大生气了 我可没工夫陪你闲聊 老大 我这不是闲的慌吗 哎 这不是之前帮我打官司那个律师吗 听我到出车后住院了 这可苦了他老婆了 怎么 你要聘用他 你认识他老婆 不认识 之前在朋友圈还倒是看过一眼 听说在一起七八年了 还挺好看 那 你干嘛老大 我在那待了一个小时 我男朋友就把我接回家了 然后我们都一直在一起 我们刚刚才发现性命弄错了 那晚江生小姐 是和男朋友一起入住的 实在抱歉 所以江生从始至终都没有男朋友 那有没有可能 他才是我要找的诺诺 江生 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呗 入住这么久咱俩还没个微信呢 不用了 我已经打车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长这么漂亮 又没有男朋友 就不寂寞吗 把你嘴里的愤道干怎么办 哎呀 臭婊子敢踩我 哎 哎 李总 误会 都是误会 李总 今天这个事情谢谢了啊 你来找我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吧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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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嘉宇 韩嘉宇你结婚了 结婚的相不是你 是吧 是 我们之前是男女朋友 但是现在 已经分手了 你还在骗我 所谓的男朋友 就是你编出来的谎言吧 锦红酒店那晚你到底在哪 丽总我跟你说过了 那天晚上不是我 你怎么就不信呢 你放手 你放 对了三生 我忘了告诉你了 怀孕了丽婷燕的孩子 不可以 丽婷燕 我是什么随便的女人吗 丽小姐怀孕了 你知不知道 丽小姐她怀了你的孩子 丽婷燕哥哥 你这是要干嘛 你究竟是不是诺诺 锦红酒店那晚那个女人 到底是不是你 你要是让我知道你说话 我要知道什么状态 丽婷燕哥哥 我当然是怒怒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检查完就知道了 给我尝尝两天 有没有怀孕 怎么办 我根本没有和丽婷燕 发生过关系 不要 放开我 丽婷燕哥哥 夫人 请您配合 丽总 您一直让我查的 景宏酒店监控有下落了 酒店入住的其他客户 手里有备份 现在已经传您电脑上了 完了 江湘 你会是我的论文吗 放开我 丽总 有了 调整清楚 丽总 有了 调整清楚 丽总 是夫人的脸 看来那碗 的确是夫人 不可能 林小小给我的感觉 根本不对 丽总 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 丽婷燕哥哥 你听我跟你解释 说 恭喜丽总 夫人的确怀有身孕 怎么可能 张哥 当心 那个东西还没买呢 不就是想加钱吗 小骚伙 不行 张哥 你确定 你要是检查错了 我让你这辈子 行不了一 千真万确 夫人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天眼哥哥 我为了给你个惊喜 才瞒着没告诉你的 你就要当爸爸了 你今天是怎么了 还带这么多人闯到家里来 你吓到我了 这是李小小 真的是他 对不起啊小小 是我的错 老天都在帮我 江泽 你这次死定我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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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外卖 谢谢啊 谢谢啊 王学姐 这烧药到了 谢谢你啊江生 都怪我这身体太弱了 还是麻烦你来照顾我 孟学姐啊 你放心吧 家一个那边呢 我请了护工照顾 下来班我也会过去 你这两天呢 就好好休息 嗯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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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没有得手 那你都不在家啊 没用的东西 知道了 你先撤 诺诺 你在给社大楼啊 哦 我在问医生的怀孕注意事项 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 我可不该有点差池 我已经帮你安排了育婴师和营养师 国内外的顶尖医师都在来源待命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需求的话 可以找刘特助 嗯 我还有育婴儿 我还有育婴儿 天下哥哥 那我们的婚礼 有机会儿 有机会儿 这个孩子 来的可真是时候 明明期待了十五年和诺诺的婚礼 可现在 为什么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高兴 喂 真的吗 好好好 我知道了 谢谢啊 沐雪姐 怎么这么高兴 江生 我之前呢 不是把你和小小的DNA那个信息 都录入了对比库吗 刚刚那个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我 说你和小小的亲生父母都找到了 亲生父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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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好帅 好帅 张哥 听说你在DNA认领中心工作 你帮我个忙 钱不是问题 立总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让你白跑一趟 DNA数据库临时通知赵总找到女儿 您看我重新帮你约时间可以吗 没事 这是好事 帮我过去赵总 江生啊 不是 人跑哪儿去了 主管 江生今天请假 说是找到亲生父母了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她一定很开心吧 欢迎大小姐回家 我的宝贝女儿 你 当初遭到丑家报复 你从医院被偷走 这么多年 你受苦了 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太好了 妈 这些年 不管别人再怎么叫我野孩子 我都知道我是有妈的 我终于见到你了 傻孩子 傻孩子 这么多年妈亏欠你的 一定尽全力弥补 老张 董长 房产十栋 豪车二十辆 你记住小姐留下 除此之外 还有这些 妈 这些都是给我的 当然了 小小 就算你要天上的月亮 妈妈也给你摘下来 妈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傻孩子 佳生 这些就是你的家人 爸 妈 我大哥这腿是怎么回事啊 你还好意思说 当初 就是为了找你 你哥啊 不小心掉到山沟里面 把腿给摔瘸了 唉 我们都老了 这些年啊 为了找你 把家里的积蓄啊 都花光了 钱是一分都没有了 你可得养我们呀 妈 这个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不管你们的 哦 从今天开始 我也有家人了 呃 我听说 地金有个第一人民院 还不错 过两天 带你哥去看一下 哦 还有 那个 你小子女过两天要来 你这房子太小 住不了这么多人哪 晃大的吧 爸 呃 你们 真是想留在地金啊 那不然呢 你赚这么多钱 我和你妈在农村一辈子了 也该想养福了啊 嗯 爸 不是我不答应 我其实刚毕业 手里没什么钱 小妹 我可是听说你在肇事集团工作 那可是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没钱你骗谁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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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输的白眼狼啊 千辛万苦的找到你 你竟然这样子 妈 妈你干嘛 你先死了 干嘛 你不会不管我们的啊 哎呀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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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真不错呀 哎 没想到江森这么听话 把房子换了 而且啊 还把阿诚呢 送到医院治疗去了 你说 要是江森知道 我们不是他的亲生父母 该怎么办 你傻呀 咱们女儿小小 要是过成好儿子了 还能忘了咱 把这话拦在肚子里 小小 没想到 你是豪门太太 还成了肇事兴兴 你抱抱 我们可就有鼓响了 这地方 你看这不便宜啊 哎呀 女儿啊 呃 就是这手头 没点钱花 也不知道任理那天 那个事儿 会不会被别人看见 行了 别废话了 这些钱你们拿着 以后 我就是肇事集团的千金 讲报千金身份 这件事要是投出去 我们谁也活不了 哎哎 放心 我们这嘴啊 严实的很 哈哈 哈哈哈哈 别来妨 哈哈哈哈 得大哥交完医药费 加上重新租房 守得就还剩下不到一千块钱了 我得更加努力工作了 哎江生 嗯 听说你找回亲生父母了 这对方 是什么大人物啊 我看哪是什么大人物啊 分明是出两个乡八老 外加一个残废嘛 你们别太过分了 要 急啦 瞧你这狐眉样子 谁知道进公司 是不是靠了哪个老掉牙的男人 瞧什么呢 大家把水头的工作放一放 我有事情要宣布 组长什么事情 我们的赵总喜得临门 找回了十三多年的女儿 所以从今天开始由赵氏千金担任咱们公司的总经理 一会儿赵小姐就到了 你们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听到没有 是 组长 哎 赵总居然找回亲生女儿 那不得宠上天了 我听说啊 这赵家千金呀 还是豪门少奶的呢 哎 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命 哎别说了 大小姐来了 这位就是赵小姐 还不快欢迎 大家好 小小 你是赵家大小姐啊 放肆 大小姐的名字也是你能随便叫的 这江生也敢直呼大小姐的名讳了 真是不想活了 我就是赵氏集团总裁的亲生女儿 如假包换 江生 你太过分了 敢质疑大小姐 大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就让她离职 暗组长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慢着 小小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找的家人 我真的很为你高兴 这乡八老真和大小姐认识啊 笑话 我认识你吗 小小 我就说 尊贵的大小姐 怎么可能认识这种底层臭臭 赵氏集团的员工 目无尊卑 不懂规矩 不过没关系 我愿意原谅你 从今以后 你就打扫整栋楼的厕所 小小 你在说什么呀 你不是说过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吗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冒充我的朋友 一个不入流的香疤老 骨子里流的血就是下贱 还敢和我们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攀亲戴过 是啊 大小姐让你打扫厕所 那是给你机会 也给你表力 小小 我之前一直因为你有苦衷 才瞒着立体也不跟我相认 现在看 你一直都想跟我划情界限 闭嘴 少跟我掏机会 我给你两个选择 你要么乖乖的给我打扫厕所 要么立刻给我滚出招式 小小 第一次几层面试呢 我已经通过了 所以 你喜欢的那些项链 你拿回来了 好好看 这一定好贵吧 不贵 只要你喜欢 你多少钱我都可以啊 三家生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好好看 小小 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重要的人 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就是被我踩在脚底下的鱼灯外 说完了 水劲 快去吧你 爸妈还有大哥全都指望着我 我绝对不能丢了工作 你们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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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燕 谢谢张总 我没事了 赵总 你们赵老师就是这么对待员工的 这怎么回事啊小小 妈 我今天第一天上任 这个员工就对我不尊重 我只不过是想让她好好工作而已 是啊董事长 这江生对大小姐各种鲁骂 真是太乐毒了 大小姐宅心仁厚 对于这种恩将仇报的员工啊 就该赶出公司去 赵总 我没有 行了 就一个小职员而已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知道啊 在这个公司 大小姐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 谁也不许忤逆 行了 都去工作吧 是董事长 挺眼啊 就一个普通职员你都这么在意 小小现在她都还了你的孩子 再说了 我对南湾项目的同资 只会交给我女儿认可的人 孰亲孰众 我希望你能分得清 林小小才是我一直寻找的诺诺 她才是我该爱的人 伯母 您放心 我心里只有小小一个人 也只会许她 走 看你这倒霉样子 也只配捡垃圾 怎么了 林远 快走吧 妈妈等我 我们一起吃饭 妈妈 我爸怎么样了 你是病人家属是吧 病人刚刚昏倒 入院时检查出心脏病 需要尽快手术 这是费用单 抓紧时间 病人现在非常危险 三十万 三十万 这怎么这么贵啊 什么 三十万 哎呀 僵士 你可一定要求求你爸爸呀 妈 妈 你别急 我去想办法 你别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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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组长 你这边同意我预支公司了 小江啊 这预支公司是不符合规定的 不过我这儿有一个伯爵酒吧唱歌的活 虽说不太好听吧 但轻松来钱又快 你去不去 我去 老大 快来伯爵酒吧 不好了 你小子 都骗我偷上来了 老大 我这么说 能把你约出来跟我喝酒吗 约你出来太难了 我听说 看新闻上 你和林小小有结婚的消息 恭喜你啊 找了这么多年 终于找到自己心心念念的诺诺 我 我要是对另外一个女人有着在意 陆操 我是不是很该死 老大你说什么 欢迎今晚的贵宾到来 让我们游起今晚的祝唱美人 我去酒吧还有这么激情的美女 小生 为了挣钱 连脸也不要了是吗 老大 正是贤总 小姑娘长这么好呗 陪我喝一杯 你 我来这项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只迈成 我不配做他 陆总 钱总是金城有群有事的头 今晚赔好了 工资翻三倍 赔不好 分钱都不行啊 喂 夫人 一切安排妥当 哎 老大 你等等我 哎 坐 别碰我 哎 别碰我 重要 你别反抗 你越反抗越新闻 老大 哎 别碰我 哎 小姑娘 你别反抗 你越反抗越新闻 你知道吗 不行 不行 得赶紧想办法逃走 夏总 夏总 我们玩个别的花样子 怎么样 宝贝 你想通了 啊 没什么想不通的 能搬上节奏之后打宝贝 我搞笑了 我心的 夏总 我包里有别的好东西 你要不要去看看 不然还是你会玩 等我啊 好 在哪儿 什么路呀 在哪儿 什么路呀 你 什么路呀 你 你 放手 你敢耍我是吧 臭屏 救命 哎 老大 等等我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江秘书他可能有什么苦衷呢 有什么误会 至于来这里卖唱 我只看事实 李总 救命 救命 太好了 你好像是江秘书 江秘书在找他卖唱 怎么可能是他 救命 我 救命 我 想撒我 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 假如真是假神人 我 你 啊 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 李总 你要喜欢这娘们 我让你啊 我 没意都不来 算是便宜就狗打算 张师 张师 江师 为什么每次都枯置不住的在意 可是我们注定不应该有交集 路子号 把他送一遇 哎老大 你不去 说了小时候那个诺诺 还没见老大对哪个女人这么刷新的 你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这江山筹钱 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都怪你这死老头子 你把小小给我们的钱 都拿去堵了 要不来也不至于这样子呀 哈哈哈哈 对了 小小 她是郭太太 她肯定有钱 夫人不好了 有人闯进来说是您的母亲 来呀 小小 你可要救救你爸爸呀 哪里来的疯脖子 还不快赶出去 小小 你只要赔点钱 救救你爸爸 你心疼他吗 来呀 还不动手给我赶出去 毕总好 怎么回事 天眼哥哥 你回来了 慢着 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死女人罢了 还不快拖出去 天眼哥哥 你不必理会 我给你做了业务 慢着 你认识他 这女人一看就是来额钱的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没有问你 说话 他是 四老太婆 你给我好好说 你要是找他不说的话 我可饶不了你 以后 我就是肇事资产的千金 假冒千金身份这件事要是同志局 你们谁也会活不了 我认识人了 不行 这女人留在地经 实早是个祸啊 我学长了晓晓 不愧是咱们女儿啊 这手术费三十万 立马就到这儿了 我可听说啊 晓晓现在是历史的阔太太 还是肇事的千金小姐 幸亏当时任性的时候换了 要不然呢 都能想这个 我 你们晓晓吧 我们一辈子啊 吃得那么丑了 爸 妈 你们也认识晓晓 哦不 不认识 就在任领中心那天 见过一面 话说不来啊 这个小乔 不愧是有能力啊 不光是豪蒙阔太太 而且还是公司总经理 再看看你 不就是被下个药嘛 至于躺那么久 你哥的医药费 多久没交了 吃早被你害死 妈 我会想办法尽快凑气 诶 诶 护士 呃 我想换你一下 我爸的手术费 是谁帮忙交的呀 呃 不好意思啊 江小姐 我也不清楚 是匿名照顾 诶 谢谢 谢谢 诶 默学姐 怎么了 老韩醒了 哦 好 我马上过去 哎呀 你真心疼 你真的都行 病人能够梳醒 可以算是奇迹 已经检查过身体特征 气症良好 在搬上几天 就可以出院了 恭喜你们 谢谢你医生 谢谢 妈 你不懂 我说 你也许是痛的 你还有医生 你还不懂 那天 灯光太刺眼 我记不清了 没事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 这件事情呢 警察还在调查 凶手一定可以抓到的 我这些天 盼星期盼月亮 就想着你能醒 你醒了就好 这段时间 心困了 来 来 恭喜初院 谢谢 有一点 蒋云哥 我今天就不陪你们太久了 我找的份坚持 我得赶紧去了 你俩呢就好好拒绝啊 我去了啊 你俩好了 江生他最近怎么回事 你还不知道 江生找到他亲生父母了 最近 他一个人要带好几番工 老大 查清楚了 江秘书是因为父亲手术费 才去卖畅 我已经办妥了 立总 立总 这不是江小姐吗 今天休息日 她怎么送外卖 对不起啊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破案也没长眼睛是吧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不长眼 不用死 干 我 啊 我肚子好痛 立安哥哥 我肚子也爱坏人的孩子呢 我不想 立体 你旁边的这个人 才是三分两次愿意豁出你来救你的诺 开车 终于错过了 有 没有 你看 是不是 不是 你 没有 你 过度劳累 滴血糖晕倒 还好没什么大碍 我都听说了 你一个人打好几分工 你还要不要命 我爸刚做完手术 需要买补品 我大哥的腿也需要治 你说这个大家的开支都需要钱 他们为我已经花光了家庭 何况我大哥的腿还是因为我断的 你说我做这些 其实算不了什么的 奇怪 我怎么听孟雪说卸成的腿 是因为借钢利袋被他断的 老海恩你知道吗 我其实特别高兴 我终于有家人了 教授 已经没事了 今天就可以出院 谢谢 喂爸 怎么了 啊好 我马上回去 怎么了 我爸说 让我回家跟他们一起吃饭 哎好了老海你别为我担心了 你用这时间都陪陪孟雪姐 行 那我就先走 你注意身体 放心吧 晓晓 我说你早点把钱给我多好啊 省得我一遍一遍的打电话 还跑到蓝园去了 我警告你 不许在客气蓝园里 这些钱你拿着 该怎么做 你先交给你 哎 放心吧 晓晓 这到底得有事 晓晓怎么会认识江生的家人 哎呦女人来了 快快坐 快坐 这什么好人的 怎么等了这么多次啊 这段时间啊 辛苦你了 你看看 你都瘦了 你妈说了 这段时间啊 苦了你了 点几个菜 给你补补身体 嗯 来爸 敬你呗 爸 妈 我一点都不苦 我现在有你们在 这是我最大的 来来来 爸爸 哈哈哈哈 沉了 妈 什么沉 喂 那个人准备好了 放心 我今天有用皮 给你生十个八个的都可以 但这个价格 爸 你是要把我卖了吗 我不是你先生的女儿吗 对不住了 傻丫头 老大 这家酒楼虽然不大 但是味道不错 你这天天铺在工作上面 叫也不睡饭也不吃的 这都快订婚了 就别这么拼了吧 有些事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哪个保险 就在前面 还想跑 爸 爸 爸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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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没有 应该哪个保险都留在什么 可以走光老大 塞头垫好了 地下敢咬我 拿身子 把你起来 喂 江生 什么 这也算什么 哎 德子 喂 你小小 我好了 你干嘛 你不忘了吗 没事了 救生 希望你可以早点找到真正 守护你的人 而这个人注定不是我 谁 你 小学摔倒了 你立马会来人 夏守姐 你终于醒了 丽总已经替你交完医药费了 丽总 应该是丽总 江小姐 我们是必定派出所的 现在怀疑你谋杀亲生父母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韩家印 我父母那边怎么样了 江山 你父母被众母袭击逃步 现在生死为普 警方怀疑是你蓄意谋杀 我蓄意谋杀 他们是我的父母 我怎么可能就杀害他们呢 你先不要着急 警方还在调查 没有证据你最多24小时就会被释放 可是现在我还怀疑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张桂芳和谢维权 可能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啊 丁言 小时候可是你会过门的妻子 你就是这样照顾他的呀 妈 我真没事 不过是脚崴了差点摔倒 你不要责怪丁言吧 等有事就晚了 你现在有个身孕 万事都得疼心啊 嗯 我们要学的事 是我的事实 明天就是你跟晓晓的婚礼了 我不希望出任何的查所啊 等婚礼结束 赵氏呢 会全力支持历史计算 难免下我的 我们您放心 以后 我会好好照顾晓晓的 行了 时间也不早了 晓晓呢 今天就在我这睡 早点回去了 我要求见赵董事长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 韩家印 怎么是你 你醒过来了 林晓晓 江生可是你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你怎么能这么对他 你说什么呢 我根本就听不懂 你们死人吗 还要把他给我扔出赵家 晓晓 是谁来了 林晓晓 根本不是赵兵的亲生女儿 妈 你什么人啊 谁给你的胆子啊 敢闯见我赵家胡言乱语 妈 这人一看就是来额钱的 这种人啊 我最近可见多了 还不赶快把他扔出去 赵董事长 他根本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放肆 再敢胡言乱语 小晓晓 你死得很惨 好了 晓晓 不用为了这种 唯利是从的人动 明天啊 就是你的婚礼了 今天啊 早点睡 明天啊 漂漂亮亮的出席宴会 好 好的 慢慢 师长 今天有人送个信封来 说是真相和答案 都在里面了 这怎么可能 江山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妈 我听管家说 平衍给你送了东西 妈 这些都是伪造的 你不要相信这些 李晓晓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所有的争 我会和你慢慢算 死老太 这都是你逼我的 妈 欢迎各位名流 起居力士集团总裁 力挺眼和赵氏千金的婚礼 让我们掌声欢迎这对新人 听说这赵董事长 中风入院了 没能亲自参加他女儿的婚礼 这也太可惜了吧 赵董不在 这可丝毫也不影响 这婚礼的生殖程度 这九十一看 就是叫藏了几十年的好久 而且我还听说 这立总 光聘礼就好几十个月呢 不愧是顶级富豪 我们真的没事 没事 我妈只是有些不舒服 放心 欢迎各位来参加 我力挺眼的婚礼 晓晓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相信 未来我们会更加幸福 找了十五年 终于找到诺诺 可为什么 我再也找不到 小时候的感觉 江生 最终还是我赢了 现在请新郎新娘 交换戒指 慢着 丁天眼 我知道我现在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但是你被骗了 这个林小姐 她根本就不是 赵平云董事长的女儿 江生 你说八道在什么 天眼 这个女人 就是来破坏我们婚礼的 江生 林小姐 可是周董事长 亲自找坏了女儿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我看她根本就是想 破坏林大小姐的婚礼 太恶毒了 江生 你这样居心叵测 你以为体验会相信你吗 住手 江生 现在离开这里 不要让我说第二次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但是这个林小生 她居然为了成立和财富 杀害自己的父母 你可千万不要被她骗了 你可疯女人 丽婷眼 我才是你应该爱的你 你是不是心里还要来 你对得起我吗 我告诉你 没有我赵氏 你南湾向我将会所欲 我肚子 可还怀着你的孩子呢 林小小 你这不怕造造包有吗 到底是谁不造造包 我林小小 永远都不是赵氏 曾经 立是集团的民主 你这群废和河三的腿在脚下 住手 看谁敢动我的脸 江生 赵董事长来了 谁先也救不了你 你就等着被扔出去吧 赵董事长 这江生恬不知耻 刚刚还在污蔑大小姐 您快把她拖出去 赵董 你明明 我明明已经摔下楼梯了是吗 可惜老天有眼啊 没能碎了你的院 什么情况 林小小不是赵董事长的女儿吗 赵伯伯 这到底怎么回事 妈 你是糊涂了是吧 赵董事长神志不尽 赶快给他送往医院 聋了是吧 带走 林小小 是到如今还要执迷不误吗 狗被嘴 林小小 我没你这么忘了 富裕的女儿 你偷梁换妆 冒扔我亲生女儿的身份 把我从楼梯上面推下去 企图掩盖真相 把这个女人拖出去 送起来 我还怀着你的孩子 杜总 什么 这林小小这么恶毒 我就说 这林小小长得这么痛 你看就不是 附加千金的样子 一个是真正的赵家千金 一个怀恩丽家的孩子 也不知道这丽婷妍 她会选择谁呀 秦妍 你被这个女人给盲骗了 赵伯伯 小小救了我不止一次 现在还怀着我历史的孩子 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她一次吧 笑话 绝不可能 天眼哥哥 我不想坐牢呀 你救救我 好 我们 别让我小心 赵伯伯 南湾项目 我愿意再让你百分之二十出来 只要你放了她 你要什么要求 我全答应 什么 南湾项目百分之一的力 就上亿呀 立总竟然为了救林小小 居然付出这么多呀 也罢 我今天就看在你的面子上 饶了她 林小小 你好自为之吧 我的女儿 妈妈来晚了 你没事吧 你受伤了没 我没事 拿个妈妈回家 啊 谢谢你能相信我 靖生 你不要得意 我不会放过你的 只要还有这个孩子 我就还有卷土重来的资本 家生啊 嗯 妈已经安排你 担任公司总经理了 妈老了 以后公司啊 还得指望你 明天和立市的 南湾项目的会议啊 你替妈去 也算锻炼锻炼了 啊 你看看 好吧妈 给你办 好 装饰人机的到 大概十点左右 还有时间 先准备一下 报告会议先开始 是 哎 那部消息 听说今天赵氏千金 代表赵氏来和立市 谈南湾项目 赵氏千金不就是 立总夫人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 江生 你怎么来这了 江生 你是赵董的女儿 我今天来呢 主要是代表赵氏 来谈南湾项目的 麻烦通报一下立总吧 好的江小姐 你干嘛 江生 还给你演上瘾子是吧 怎么 真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 你要是千金大小姐 我跪下来给你磕头 江生 你这胆子还挺大的呀 敢冒充赵董的女儿 这还有个秘书 从哪找的演员啊 演技还这么好 我看呐 八成是想发财想疯了吧 赵总是谁 今是响当当的企业家 身姿千亿的大人物 就凭你这样的蠢光蛋 居然还做这样的白日梦 你们怎么敢对我们大小姐这样 没事 你们既然觉得我是撒谎 那麻烦拥抱一下丽总吧 她的话 你们总不能不信吧 哎哟哎哟 还真是给你喘上了 丽总也是你随便想见的 你干什么呢 夫人 你来得正好 这江生居然跑来在这装什么千金大小姐 什么千金大小姐 我不认识 放出去 哼 果然那是张扬撞骗 林小小 你明知道我的身份 你在撒谎 放手 住手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赵氏集团千金的 什么 他 他真的是赵氏千金 江小姐对不起 是我们狗眼看人的 您千万不要生气 立时所有员工 扣除一年奸金 江小姐 希望刚才的误会 不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会议 丽总 赎金赎金赎金分得清楚 开始吧 我 对不起 李总 没错了 我现在话 立庭也还在调查另外的事情 等一下 我现在还在调查另外的事情 等一下 我现在还在调查另外的事情 等一下 我现在还在调查您的事情 等一下 张盛 你为什么会在监控里 那天晚上你到底在吗在警户酒店 李廷 我那天晚上 天眼哥哥 那天晚上 江生确实在警户酒店 说什么 进来 天眼哥哥 我也不想瞒你 其实我跟江生 很多年前就已经认识了 但是他这个人私生活不间点 我多次劝他 他都不听 经常和不同的男人 发生不要脸的思维 这些 就是正确 这些都不是我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江生 我看我们是闺蜜一场 不想触碰你这些宠事 但是我不能因为你 破坏我和庭演之间的感情 没想到江生居然是个公交车 你看他老虎妹样子 我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江生确实正做得真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这些照片一看就是从我承当 立总 这肇事千金的人品 非常有问题啊 那我们又怎么能相信他呢 这对我们的南湾项目 可是百害而无一利啊 是啊立总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故意是叛子 够了 我立市集团 不会和赵小姐这样的人成为合作伙伴 和赵逊合作 到此为止 我真的恶心 你走 林小小 这么多年我真是看错你了 你现在为了线好不择手断了是吧 别在这给我装了 政绩确凿 你还好有什么好狡辩 那 张逊千金又怎么样啊 骨子里啊 还是个浪荡的狐狸精 江小姐你没事吧 我带上所有人都看看你这个丧家犬的样子 来完项目不用等张逊家母了 直接全面推进 可是贸然前往龙虎堂不会善罢呆秀 按我说的做 是 我总觉得江秘蜜也不是这种人呢 老高 帮我分析个照片 你先回去吧 我一个人静一静 可是 你好 去照顾 好嘞 老大 我顿的半间了 准备错 带走 别碰我 放手 这照片 果然就是合成的 不行 得马上通知里走 夫人 刘特住这是要去哪啊 拿下 林小小 你根本不是那晚的女人 立总要是知道 绝对不会轻饶你 放心 他不会有机会知道 带走 龙二爷 立庭眼的夫人 我给您带来了 这立庭眼因为南湾项目 不给我们龙虎堂一点活路 这次 我要他和他夫人一起陪葬 立刻通知立庭眼 根本就不是立庭眼的夫人 你们要绑错人了 他根本就不可能过来救我 小姑娘 你还想保护那姓丽的 放心 这次你们都得死 给我布袭一切 调查那晚 我要知道那晚的女人到底是谁 还有 给我弄到江生和林小小 从小到大的全部资料 天眼哥哥 喝杯咖啡吧 刘特助去哪里查消息了 没有 刘特助 该不会是故意离开的吧 我听说最近龙虎堂正在花大价钱挖人呢 那怕谁要让你失望 林小姐 刘特助 立总 我已全部查明 那晚的人根本不是林小小 而你苦苦寻找的诺诺小姐 也不是她 你说什么 刘特助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丁眼哥哥 不是这样的 立总 您看一下这个 那天的照片存属何成 江生和林小小从小在蓝天福利院找的 那块玉的主人是江生 那天给你书写 也是江生 根本不是林小小 江生才是您苦苦寻找的人 胡说八道些什么 天眼哥哥 我就是诺诺呀 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 你要相信我 对对对 你不说我还忘了 景洪酒店那天 他和其他人还在一起 算上时间的话 可以早 把孩子都生下来 是 我就睡过林小小一次 不给了钱的 你们千万别杀我 林小 家庭 丁眼哥哥 叫声 叫声才说着诺诺 不 天眼哥哥 这个路约是假的 你要相信我 我就是诺诺 来人 这个年龄脱出来了 连哥哥 你不能干对我 我是路红 你不能把我带出去 不好啊 不好啊 立总 刚刚有人寻在这个 说死后人被赶架了 路红 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 我让你整个龙虎堂 回上 立总 喜欢我送的礼物吗 不想让你夫人死的话 带上南湾项目的转让书来 龙虎堂 记住 你一个人 要是让我发现后面跟着尾巴 你就等着给你夫人收尸吧 被车 还有那种项目转让书 立总 不行啊 龙虎堂是我们京市势力最大的组织 手段残忍 极其狡猾 没人能活着出来 被车 是 放开我 别动啊 教授 李婷彦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好心还在后头呢 诺诺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 我对我 我对你 可以死 我对你 你 我对你 你 不愧是 立总 这么多年敢只身 闯我龙虎堂的 你是第一个 不过想要救人 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神了 这 不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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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一群废物 解决不了他 你们也别活了 李总 自以为是啊 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的人呢 李总 你能闯到我的罗魂藏那一堂 还真是我小瞧你了 我的人呢 那小妖的骗子还说自己不是李总夫人 可看李总这反应 我是抓对人的 带出来 李金眼 你怎么回来 洛洛 你怎么样 你叫我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妖叫洞洞洞 李总这夫人啊 确实没 刚才我那几个兄弟啊 差点就没人 再偷偷一下 我保证让你拿不到南岳上墓一分尘 哦 我要的东西 看来李总已经带来了 南岳上墓转要说 果然爽怪 我龙尔不是个实验的人 放心 一手交人 一手交货 南岳上墓转要拿到了 南岳 怎么样 你叫我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 你到底是谁 十五年前 在兰天府里 那场大火 你不顾一切救了我 那场大火之后 我家里就带我离开了 我在想找你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线索了 你 年年哥哥 你是年年哥哥 对 怎么能是你呢 怎么能是你的立体 你年哥哥 你是年年哥哥 不对 怎么能是你呢 怎么能是你的立体 你年年哥哥 你年年哥哥 等长大了 你还会认出我吗 当然 我一定会认出你 我答应了 要娶你的 我要走 小嫂 怎么了 赵医生 是 立马 将生将旨 让闺女出发 是 原来我要找的人 一直在我身边 都是我的错 你放心 我和小小没有关系 不可能 你别想骗我 你别想骗我 诺诺 只要我在 就没人欺负你 公司里关于你的流言蜚语 不是一天两天了 刚开始我还不信 他们说你私生活混乱 现在看来 江秘书还真是那样的人 我历史集团 不会和赵小姐这样的人 成为合作伙伴 和赵氏的合作 到此为止 不许多恶心 不许多恶心 诺诺 我现在离开这儿 我慢慢给你解释 走 这找人是不是假的 你怎么办理骗我 拉下 假的 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 小小 你在这里干什么 天眼哥哥 我来给你送杯咖啡 让你好好工作 不打扰你了 还快 鱼长长 龍二爷 真正的成码 noche 我带我走 林小姐带着诚意来 她想怎么玩 兄弟们 算了 江胜 开心吗 你就要跟你娘娘跟个团聚了 林小小 如果你搬家走的那一刻你就知道 所以你一直在骗我 江胜 你给我放开她 丽婷眼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江胜 不是搬家的时候 是从大火那天开始的 我明明上了锁了 都是因为你这个年年格格 你才能活得下来 你早就该死在那场大火里 你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 没有人 原来那场火 是你上了锁 我 我从小到大都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说你自己蠢 你随便找几个小孩演演戏 你就全信啊 娜娜 你想要少你别碰 江胜 从小到大 所有人都喜欢你 你看看你的年年格格 他都担心成什么样子了 你说 他会不会因为爱你 把命都给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 立庭妍 你要是不想你能弄得死太快的话 就用地上这把刀 捅自己 捅到我满意为止 不行 别听她的立庭妍 不行 你看啊 你的年年格格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爱你 你闭嘴 我苦苦倒了十百年 他不還 李希仰 不要 好玩 李希仰 放在哪裡 啊 不要 不要 到底想幹什麼 就讓我留在 走回的邊緣 等一道光線 看見某年某月 我們之間曾經有過的 雨煙 就讓他帶走 你的那瞬間 你怎麼可能有聲 你怎麼可能有聲 誰 我的世界 恆盡要過你 你會保護好意的 我不是人 不是他 別哭了 不要 那我就成全 你們去陰間再去相愛他 都別動 快 就立足喝江水 我不能死 你這樣不能死 你不死 不好意思 要是不能進 我可以 我都可以 啊 我終於找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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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生 你放心 利總 吉人天相 他一定沒事的 還想喝嗎 還想喝嗎 謝謝 我 我恐怖等了十五年 他不還 李婷彥 李婷彥 不要 他 我手給你衝過來 老大主 江小姐 伤口实在太实力了 手术确实勉强成功了 但是立总一直处于昏迷准备 快则几天可以醒过来 慢则恐怕 恐怕什么呀 恐怕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小姑娘 菜里边是你的什么人呢 这里面的人 是我想照顾一辈子的 那你可要想好了 我听医生说 他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 我听医生说 那天哥们 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那个福利家 就搬回到一家里了 但长得 在后边种一袋片一项小 很好看 还一斜了 你还不说话 我现在很大意 江小姐 你已经不眠不休的 照顾立总两天了 就算立总知道 他也会担心的呀 没事的大主 你就忙吧 立总 你一定要醒过来 立体念 如今你就是个废人 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一了 哎什么情况啊 听说立总 发生了意外 已经在医院 昏迷一周不醒了 那这立事怎么办 不能群奴无首啊 这次会议难道 不是多人召集的吗 难道 安静 各位 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疑惑 立总裁出了些意外 现在正在医院昏迷一步行 我作为他的妻子 立氏集团的女主人 她委托我全权代理公司 从今以后 我就是立氏集团的总裁 有没有听到林总裁说话啊 是 林总裁 江生 你等着吧 这一次 我要把属于我的全部夺回来 不好了林总裁 江生闯进来了 那就赶出去啊 这也要是啊 还 还有刘特助 我不敢拿 没用的东西 怎么想想 你还有这一步步到什么时候 江生 你有什么资格穿我立氏集团 你们怎么回事 什么阿妈阿狗都放得进来吗 林小小 你已经被立总赶出来源 和立氏再无瓜葛 还敢独揽立氏大权 林总裁和立总 不是很恩爱吗 是啊 哎 刘特助可是立总最幸运 他说的话不会是假的吧 江生 你真是厉害 各位男人手段了得呀 刘特助 我本想饶你一命 没想到你勾结了江生 是挺养昏迷的事 冲到我立氏集团 我们这就肩肤引起 你真以为我们立氏集团的好互动吗 刘特助肯定跟江生有一串 天呐 这江生 果然是一个天生的问候 就是 人想想 你就不怕遭报应 这对狗男女这还有两个历史 快滚吧 就是 人在做天子 你真以为大家什么都不知道 不管怎样 最后的赢家 只能是我 来人 把他们给我扔出去 我看谁敢 奶奶 奶奶 你怎么在这儿 孩子 放心 有我在 没人敢欺负你 笑话 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死老太婆 就让你们这么害怕 你们还愣着干嘛 把这个老太婆一起给我扔出去 你炒他的胆子 你们聋了吗 就不这样说话吗 林总裁 知识利董事长 历史集团最大的掌门人 李董事长 李董事长 老太太 您怎么来了 哼 我要是再不来 这历史 就要变天了 原来您是廷衍的奶奶呀 奶奶 您说您怎么不打上招呼 就来了呢 嗯 你这一声奶奶 我可受不起 我没你这样的孙媳妇 奶奶 您说的这是哪里的话 我虽然没见过您 但是我跟廷衍恩爱得起 我肚子里还有你们历史的血脉呢 您可千万不要听起这个刘特柱的话 她跟江生勾结 为了就是要夺走我们历史集团 是吗 林小小 你真以为我这老太婆是老糊涂了 你说 哼 你的所作所为 我都调查的清清楚楚 要不我一桩一桩的都读出来 哼 哈哈哈哈 那又怎样 立庭衍现在就是个死人 现在历史集团 我是女主 你有什么资格管 你走了 林小小 让我有资格 年年可可 你醒了 这个先辛苦你了 来人把他带走 我 我 我 给我怎么十个亿的支票 还有去澳洲的机票 我现在马上就要 去准备 月老板 你想想 事到如今 还是执迷不悟啊 教授 你丽婷眼他多爱你啊 为什么你总能一次一次的逃光 你早就该死在你场大火里 你就该死啊 你别死啊 你别死啊 林小小 你再敢动一下 我不会让你活着走出去 林小小 走 看 最终还是我赢了 喂 喂 你 林小小 你算计我 大总 江生 我错了 我们是最爱好的朋友了 你救救我 朋友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这一切 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 江生 你给我等着 我没有说 我会放过你的 我没有说 这个项目到时候你去 不好了江小姐 你总在家里运倒了 运倒了 运倒了 运天眼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我是历大总裁 什么时候你学过片名了 一切都全然落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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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终于找到你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一次